朋友们大家好 20千瓦的电机远距离供电 从边电锁500米的距离 拉了一根35平方的电缆 够不够用 会不会过载 电压降怎么计算 很多的朋友不考虑电压降啊 最后电缆配小了 烧坏了 下面我们把电压降的配件方法告诉大家 我们在远距离供电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电压降 电压降它等于 电流乘以电阻 因此我们需要计算 20千瓦电机 它的电流是多少 三项电机 有一个快速估算的口诀 1000瓦两安的电流 那么这个电流就等于 20乘以2 就是40安的电流 这个是快速估算的口诀呀 我们用公式算也可以 算出了电流40安 那么这个电阻 2就等于 肉L比S 因为是三项电 所以说我们乘一个 跟3 那么 这个 铜 0.017 这个电阻率 铜 0.017 铝 铝 0.028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这个铜线 所以说 0.017 乘以长度 之后 35平方 之后乘以 跟3 我们这个算出来 大概是 0.43 那么 0.43 我们这里就能 接着算了 电流乘以电阻 这里是40 乘以 0.43 大概是 17.3 我们直接 约等于 17.3 大概是 17 伏 那么 三项电 它有一个标准 不超过 电压降 损失的 5% 那么我们这个 算出来就是 19伏 也就是说 500米的距离 用 35平方 计算出来的 电压降 17伏 小于个 19伏 证明 它是可以 正常使用的 这个是能 正常使用的 如果我们 计算出来的 结果 大于等于 19伏 我们就不能用 需要用 大于 35平方 的 比方说 我们计算出来 是25伏 那么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用 50平方的 甚至是 75平方的 才可以 一定要考虑 电压降 没有电压降 你去算 电缆面积 根本就是 不准确的 很容易烧坏 简单又实用 关键是这个方法 你学会了吗 一起学习 感谢 大家的收看 感谢 感谢